我们今天说起清朝男子的发型 好多人第一印象 就是那些风度翩翩风流倜傥的王爷 郡王 虽然说看上去头有点光 辫子有点怪 但人呢还是帅气的 梅老师在这里郑重的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被清宫剧 什么电视剧 网剧欺骗了 清朝男子的发型呢 跟电视剧 网剧 还那些帅哥的 当时他们的形象根本就不是一样 特别是在清初 清朝男子的发型是什么呢 四个字 金钱鼠尾 即使你有再帅气的脸趴 也hold不住啊 这种丑造型 清出真正男子发型 等于就是说什么 整个一大光头 然后在这个正上方靠后的地方 还留一条大辫子 清军入关之后 多尔滚呢 就颁布了 留发不留头的替法令 也正是因为替法令 很多中国老百姓就重新反抗清军的统治 那当时明朝这些老百姓啊 是因为丑吗 还真不是 就是因为儒家的伦理观念 身体发福 受之父母 不能毁伤 而且呢 如此替发一福 就完全是一种遗迪的形象 你死了之后 到地下 你也见不了列祖列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江南大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行动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2007年的4月份 也就是古人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 那一个美好的时刻 我呢 和朋友开车 从北京出发 沿着高速公路啊 就开车 到达扬州 当时呢 我正准备写名史 还出于对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 这个这样的人的景仰吧 我到了扬州之后 没有去游什么寿西湖那些名圣 而是直接去了 石刻法纪念馆 石刻法纪念馆呢 我印象当中 还位于扬州的什么广楚门外街 好像在那个地方 而当时呢 石刻法纪念馆呢 门庭冷冻 这个路很窄 有一条狭窄的古运河 好像还在那个附近悄然流过 而在07年呢 不像现在 好多地方都是要门票的 比如说我们去江西吉安的 文天祥纪念馆 那个时候也要门票 现在不一样 现在但凡是悬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地方都是免门票 当时买了票之后呢 我就进入了石刻法纪念馆的大门 就一直呢 向纪念馆后面的梅花岭方向走 穿意料的是什么呢 当时石刻法那祠堂 并没有啊 在正对大门的那梅花岭下 穿行一阵之后 就赫然出现了一座墓隔 当时是私足阵阵 音乐嘹亮 几个当地的这个中老年妇女呢 身穿所谓的那个对筋软款那个堂装 还正翘着兰花纸 还有这个卖着小碎布 高唱当地的这个扬州乱谈 应该是啊 我也听不懂 而他们身上穿的那个所谓的堂装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满足服饰 变相而来 当时的情景说句实话 还是让我感到一些诧异 石刻法纪念馆 我本来认为这是庄园素墓的祠堂啊 谁料想在当时当地 竟然变成了遇乐的地方 树点梅花王国泪 二分明月顾臣心 看着清朝文人张尔进所撰显的对联 在清软浓艳的这种丝足声中 就显得非常突兀和苍白 我们先前也讲过 红光小朝廷呢 腐朽昏庸 人心思变 因此呢 在清朝军队的打击之下 当时是以摧枯拉朽之势 一扫而亡 对于这样的一个腐败的南明朝廷呢 江南的汉族人民 内心对他们并不留恋 此外呢 由于南京附近的这些老百姓 这些世代 从前他们和清朝没有打过交道 清军当时呢 又处处发令件 发习文 就宣誓不杀人 不替发 安民乐业 因此普通的百姓 对清朝都抱以厚望 清军入城南京的时候呢 在南京街道之上 老百姓呢 愤愤高举着 大清国皇帝万万岁 什么顺民 这些自排 向清军表示归顺 而且呢 由于当时 南明那些各镇军阀 那些残兵的凶满 不少老百姓呢 还说出这样的话 对清军表示那种盼望之语 什么话呢 清兵如谢 何持其来 那清军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慢啊 由此可见 江南的老百姓 还是非常现实 就特别希望 清军到来之后呢 对这个苏松地区呢 能够减免天赋 能够安抚当地老百姓 南明洪光朝灭亡之后 当时的中国 对于清朝来讲 形势绝对是一派大好 当时呢 张献忠远顿西南 李自成呢 败死湖北 南方各地 虽然有一些残明势力的分布 但他们权力非常分散 明朝的鲁王和唐王 他们这些各派 各党之间互相争斗 势同水火 清王朝在全国之内 出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 在北京的向清朝投降的前明大臣孙之县 由于他的窜倒 清朝的摄政王多尔古就下达替发令 替发令一下 绝对是以水泼油 九州鼎沸 血如浪流 千万人命的就丧于这一纸文书 实际上清朝强迫替发呢 并非他入关之后才实行的 建立清朝的主要统治者 我们都知道是女真人的一个知系 也就是建州女真 早在宋朝时期 金国的女真人就高压 强迫占领区那汉人替发 公元一一二九年 就宋朝的建言三年 金朝天会七年 当时金太宗就下过仗的强硬命令 晋民汉服 即替发不如逝者 死 所以当时在金人统治区 那些金兵们就常常窜入誓死 但凡看见汉人老百姓 他的发誓 稍稍不像这个 班刑的命令那样规定的 马上把这些老百姓呢 牵出 当街斩首 从金宣宗开始 金国呢才开始全面汉化 才没有再推行 先前那种严厉的替发令 建州女真呢 毕竟属于女真一个知戏 历经几百年之后 她的发型一直没变 女真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啊 有一撮 一个铜钱大小 这个头发越留越长 然后结成变 其余四周呢 那些头发都剃光了 所以在当时成为金钱鼠尾 到了清朝后期 就变成整个的头发 弄一大片 就前头前额是秃的 最早就是一撮 一般来讲 旅真呢 只要当遭遇国丧 或者他父母丧 就是说皇帝死了 皇后死了 或者他父母死了 百日之内他才不剃头 平时呢 除了中间一小撮之外 周围的头发都是不能留着的 努尔哈赤建立后军 他自称韩王之后呢 就强迫占领区的汉人 和向他投降的汉人呢 必须剃怕 因此在当时呢 剃或者不剃 就成为一种政治性的标示 但凡汉人你只要剃头 就免死收响 否则砍头 后军军当时占领辽阳 当地的汉民有成千上万人 就是不愿意剃头 自偷鸦鲁江而死 就宁死不剃 这种情况是朝鲜史书 《礼朝时录》中记载的 而在当时当地呢 这些汉人老百姓 有了之后 被强迫剃发之后呢 结果还更惨 由于在辽东地区 明朝和后军 到后来是明朝和清 双方之间拉锯战 剃发的汉民呢 又常被明军杀死 明军士兵呢 当时之所以杀死一些汉人老百姓 就是把他们割手之后 冒充满人的手机去报功 当时在皮岛那军阀毛人龙 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 然后呢 把这些手机还归拢在一起 装了好多箩筐 向明廷去腰赏 黄太极继位之后呢 在杀人方面有所收敛 但对剃发的要求就更严 黄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 就源于的读过书 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 那个金世宗非常钦佩 他当时就坚定的认为 女真如果汉化 那后果呢 肯定会加速灭亡 清军占领北京后不久呢 就发布过一次替发令 由于吴三桂那些明朝降官 反复劝说 加上北京周围地区老百姓 还对这个替发令啊 非常反感 嗓烫 多尔滚呢 就不得不收回成命 即便如此 他对率先替发的明朝兵部侍郎 金之峻那些人呢 还是表现出非常的信任 所以清军虽然占领了北京 但在好长时间之内呢 明朝那些降官 他们即使现在是清朝的官员了 依旧是穿着明服 他们的官商是不改的 而清军进入南京城之后呢 那玉亲王多夺 还对率先替发 向这个清军献媚的 明朝的都玉使李乔 就加以斥骂 剃头之举 本国襄阳成俗 今大兵所到 替文不替武 替兵不替民 而等物德不遵法度 自行替之 前有无耻官员 先替求见 本国已经唾骂 而在北京的多尔滚呢 得知南京 已经被清军占领了 而又有这个汉臣孙芝谢 谨劝自己 他就改变了初衷 在6月15号这一天呢 就让礼部 在全国范围内下达替发令 南明的洪光朝灭亡之后 以当时那大明氏 前前亿为首的明朝朝臣啊 好多人都是送款迎降 当时就劝夺夺 吴帝民风犹弱 非喜可定 不须再烦冰风大举 虽然这些文人无谷 但他们所说的话 水分还真不是很大 除了太仓的奴奴 为了抢夺这个前主人的财产 造过几次小返以外 江南大地啊 一时之间还真没有 任何对清军啊 太大的洗扰 江南各地那些乡绅为了自保 也纷纷在城墙上 拿出顺民二字 向清军表示降服 前前亿在发给各地的乡绅的信中呢 也称打清军队 明正言说 天与人归 而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老百姓 对于扬州大屠杀的这种恐惧 从心理上就给他们产生极大的震撼 就开始认真地思考 一旦抵抗 这个毁灭的后果太严重了 当时让江南老百姓和士大夫 感到非常震撼的 就是扬州大屠杀 扬州十日清军杀了八十多万人 而南京呢 在洪光帝逃跑之后 赵之龙啊 前前以这些手捧明朝的图册 和人民户口 向清朝那个玉亲王多夺 进行这个四败 以礼献降 二十多万明朝的兵马呢 用速手交出兵器 清军的兵不血刃 果然就在当地的没有大型杀戮 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 确实呢 就使得这个江南老百姓啊 在心理上啊 打上了深深的烙烟 降和不降 结局呢 相差太大 那么在北京给多尔滚出坏主意 那孙芝谢是什么人呢 孙芝谢是山东资传人 他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 这个人呢 人品一直很低下 当官又当不好 反复无常 所以说他在明朝 就一直寓意不得志 清军入关之后 这老哥们穷关心切 他属于第一批啊 向清朝摇尾起降的汉官 当时呢 孙芝谢就当上礼部侍郎 被报答新主的提拔之恩 一时之间呢 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 于是孙芝谢呢 向他全家的女眷 学满足父女都放大桥 而后呢 他自己就走个偏门 干什么呢 主动批发 于是呢 在早朝之时 孙芝谢老小子 前脑门剔个精光 后面他也拖个大辫子 穿上一套四不相那种满服 亦然而来 上朝的时候呢 他就想搏个满汤彩 谁料想 当时那些汉人官员 依旧是博冠大袖 穿着明朝那官服 见到这么一个 不伦不类的家伙 心中都觉得可笑 又可耻 杨秀就把他排挤出班 不让他站在汉人的 这个官员一般 而满族那些官员呢 又自是统治政府民族 对他也都愤愤的脚踢笑骂 就把他踢出满班 孙芝谢这样一来恼羞成怒 气急败坏 下朝之后呢 他马上写了一道奏章 向多尔滚建议 在全国范围内 对汉人进行替发 其中有几句话呢 就直挠多尔滚的心窝 陛下平定中原 万事顶心 而衣冠肃发之志 独纯旱旧 此乃陛下从中国 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孙芝谢写的奏章 名义上是给清朝的皇帝的 而清朝当时皇帝顺志 是个小孩才七岁 国家大事呢 全部都由摄政王多尔滚 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说当时的奏章 实际上是写给多尔滚的 多尔滚呢 本来他就是北方五人性格 被孙芝谢这么一殷激 深觉啊 他的奏章啊 非常有道理 早在1644年 多尔滚入关之前 满人大学士西福 已在圣经啊 向朝廷 进宪了 由满文写的辽金元 三朝史料 就是总结这些过往的异族 入主中安的历史经验 表示说什么呢 善族为法 恶族为戒 就是提醒多尔滚 要防止满清上层这种汉话 确实 先前的辽金两朝 最终的汉话呢 导致他们皇族的消沉 和最终的那种武力的那种削弱 现在呢 孙芝谢这个奏章 就正好挑起多尔滚那种警惕之心 于是呢 他就想从形式上 完全消除汉话的潜在危险 想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话 强迫汉人提发 恶法逼人 本来建区平静的江南地区 当时啊 就如水入废游一般 四处抱起 反抗清朝的统治 身体发福 受之父母 不得毁伤 这是孔孟伦理的原则啊 无论是世代 还是普通老百姓 都不能接受呢 自己在形象上 变成这种遗敌 变成这种野蛮的形象 遥想前朝 即使统治中国近百年 残暴横经的蒙古贵族 也从来没有下令过 要汉人呢 替发异服 以宗法儒学 为本源的中国人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 他们或许呢 能把这种朝代的星爹 看成是天道循环 但如果 有人要以衣冠 相貌上 强迫他们进行改变 把几千年 这种汉儒法式 强行改成这种 替发疏变 这种行为呢 不仅仅是一种 对人格尊严的侮辱 简直啊 就类似于精神阉割的 这样的大痛 而且在当时 明朝人心目当中 如果以这种 依迪的形象活着 死后呢 一定会有愧于祖先的 你死后埋在地下 也再无面目的 见仙人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方面 士大夫和平民老百姓 还存在着一些差别 但在这种 保卫自身精神 和风俗的立场方面 所有的汉人 几乎都表现出 惊人的一致性 替发令一下 原本已经降服的 这些地区 愤愤愤愤愤愤 整个的中国大地 就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对此情景 就连真心归附清朝的 汉人学者王家珍 他在这个笔记当中 也愤愤不平 消化令下 而中国之民 无不人人思堂壁拒车斗 处处风起 江南百万生灵 静高野草 皆孙知谢一言击之也 原其心 只取贪慕富贵 一念无耻 随量荼毒无穷之祸 不过报应来得真快 三年多之后 因受人钱财的卖官 孙知谢在朝廷上 就受到严官的弹劾 就被满清朝廷夺职 把他赶回山东老家资传 到老家之后 孙知谢这个老贼 正好赶上山东当地的 谢迁起义 起义军攻入资传城之后 孙知谢这家 上上下下的男女 老幼一百多口 就被愤怒的民众 一并杀死 史上怎么写 皆贝籍淫残已毕 他全家都被虐杀而死 孙知谢本人 捕花大绑 被关了十多天 他在被关押期间 起义军对他五毒背下 当地的老百姓 包括那些起义军 在他头皮上 用那个针戳满了戏洞 还争相用猪毛 又给他重新直发 把他折腾一顿之后 当地的百姓 还把他那张臭嘴 用大针秘密的 缝起来 最后慢慢要折磨他 把他碎刮凌翅而死 孙知谢得到如此下场 就连归附清朝的那些汉人士大夫 也不免幸灾乐祸 他们在书中怎么写呢 接呼 小人亦汪作小人儿 当其举家同进 百口灵仪 恐惧十六周铁 诸不成一错也 公元1645年6月28日 清廷又再次传誉 近者一月 原者三月 各取替发归顺 这样一来呢 替发就等于当时成的绝对命令 满清朝廷这一指赵书的后果 会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这集彩蛋呢 我们讲明朝的足球 足球是我们现在啊 可称是世界上第一大运动吧 许多人都喜欢踢足球 据说在我们中国的上古时期 皇帝就发明了足球 在我们中国古代呢 足球被称为促鞠 促 踢也 鞠呢 就是指用皮革做成那个球 促鞠 就中国古代足球 还在我们宋元时期呢 发展到一个巅峰时期 但是到了明代 戛然而止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明太祖啊 朱元璋他建立大明帝国之后 他是非常讨厌踢足球 他当时就颁布圣旨 禁止足球 等等的预落活动 他的圣旨大意是什么呢 在这个京城 就是在南京啦 那些军人 百姓 但凡有学唱歌的 要割舌头 但凡下棋打双路的 要砍断手 但凡有促元的 促元就是踢足球 要砍断脚 他这个赵旨下达之后 明朝龙江卫指挥 有个叫福庸的 他和本位有个小校 叫姚燕的 两个人踢足球 结果呢 就被专张知道了 马上就把这个叫福庸的军官 右脚砍断了 然后又把他和他全家 都发配到云南 蛮皇之地 不仅如此 专张当时还在南京城内 建立了专门的牢房 这个牢房的名字 起来挺好 叫逍遥楼 但凡有违反他命令 什么踢足球的 干那些乱七八糟事的 都被他下诏 逮捕 投入到这种专门的牢房 投入到这种牢房呢 还不是官长 是活活扼杀 明朝文人有个叫顾启元的 他写过一本书叫客座赞宇 其中呢 就记载 南京淮青桥以北 有一座逍遥楼 墓地呢 就是用来禁锢 那些游舵子弟 原文怎么讲呢 太祖 恶游手 伯塞之民 凡有不物本 竹墨 博弈 局戏者 皆补之 禁锢于其所 名逍遥楼 而明朝另外一个文人 叫周辉 他写过金灵所事 讲的就更具体 太祖造萧遥楼 见人博弈者 养禽鸟者 游手游使者 居于楼上 使之萧遥 尽皆饿死 到了明朝天启五年 就公元1625年 明西宗朱游教 他本人虽然是个 纹裤皇帝 但他所在的 明朝政府也曾经下令 严禁民间放花炮 流星击鼓踢球 由此可见呢 明朝这种政策 他是一直延续到明末的 没一说中国事 我们下集接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中国人过完春节之后 每年的正月 这个做舅舅的 都会被拎出来溜一圈 为什么呢 因为民间一直有个说法 正月里剃头 死舅舅 现在说到这句话 估计好多当舅舅的 也是稀里糊涂的 为什么正月一剃头 死的偏偏是我 为什么舅妈不死 小姨不死 白爷不叔叔都不死 为什么死我们呢 实际上正月也得剃头 死舅 是一句先后语 其中的死舅呢 谐言是私舅 私舅 指就是思念明朝 怎么话说呢 就是话说当年啊 清兵入关之后 下了一道替发令 当时就逼迫中国老百姓 要不你剃头 要不就砍头 由此一来 民间的反清意识 就提出了头可断 发不可剃 这样的口号 最终呢 兴起了多波的起义 当然了 最终呢 这些起义 还都被清军呢 一非常残酷的 血腥镇压 还给这个扑灭了 而后呢 我们这些汉人老百姓 就不得不以 正月不剃头 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和愤 表达呢 自己对明朝 前朝的这种思旧 后来这句话呢 传来传去 以讹传讹啊 这个谐音 思旧就变成了死旧了 我们上一集就说到 在向清朝投降的这个汉官孙芝谢的 他的权光之下呢 摄政王多尔滚在全国呢 就强迫的翻行替发令 如此野蛮的替发令 号称是留怕不留头啊 就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 强烈的反抗 从苏州开始 这种抗争的怒潮呢 一波接着一波 长熟太仓嘉定空山江阴嘉兴松江 处处竖起一旗 人人私奋 在江南的这个清军的王爷 多夺呢 对此呢 进行大肆镇压 江南圣地 顿时是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 狗活不如死 悲愤之余 江阴 这个一向以礼仪之邦 著称的城市呢 当地人民愤愤起 誓死不替发 不投降 同时呢 他们推举 前名的典力严英元 入城主政 然后紧闭城门 拒不开门 江阴替发呢 实际上的过程 还是非常有器具性 本来清军啊 已经派了一位二十多岁的 先前投降清朝的 乾明晋士 作为江阴县令 这个晋士呢 叫方祥 方祥这个县令呢 他自认为运筹帷幄啊 自认为是诸葛亮 他就穿一身明朝的服装 只带了二十个家丁 前到江阴来 当接收大员 清朝的替发令宣布之后 在江阴的 这个乾明的祝生 百余人 都是读书人啊 就率领民众啊 将近一万人吧 就到县衙 这个时候啊 没有造反 就请求啊 在江阴免替发 方祥这个县令呢 年纪轻 不知死 他当时还拿着架子 端坐堂上 换这个衙衣啊 下堂 收取来人的一些兵器 这个时候呢 赵伙赶上他的老师 有一个无锡人 姓苏的 前到县衙来呢 祝贺他的学生当官 苏某人呢 也是个老秀才 眼见堂下的民众议论纷纷 他呢 入堂大骂 这些奴才 留发不如头 个人该砍 这苏某人一计划 当时激起重愤 百姓呢 顿时大声叫喊 打死这个降赛 于是呢 众人冲上 你一拳我一脚 马上把这个苏某人啊 打死在当地 而后呢 百姓们又把门板拆下来 当众啊 就把苏某人烧成灰烬了 清朝派来这个县令方响呢 当时还想逃 但是来不及了 就被这些老百姓啊 这些士大夫 抓起来 观众牢狱 不久之后 清清工程 还这个先前强迫老百姓 替发这个河南籍的年轻县令 就被江源人民活活打死 一不做二不休 当地民众就忽然想起来 在这个同察院 还有四个和这个方响方县令 我们先前同栏的 一身满洲打扮的军人 据说呢 这四个满洲兵 就是清军派到江源来 监察替发 于是呢 众人就持刀拎枪 冲入同察院 而这四个所谓的满洲兵呢 他们刚到江源来的时候呢 满口鸡的呱啦的 讲着好像是满洲话 而且呢 大听广众之语 这帮人还生吃猪肉 经常随地大小便 睡觉的时候呢 也是美人铺一块这个席沾 倒地耳窝 听到外面喧哗 这老百姓就杀入同庭院啊 这四个人呢 还发见抵挡 但毕竟众话不敌 四个人很快就被老百姓抓住了 经过仔细的搜查和询问 大伙忽然发现 这四个人是假搭子 你看外表非常凶满 他踢着头 但进入他们的屋内 无论是这个床铺啊 这些腐灶啊 都是精致无比 被绑起来之后 大刀背猛砸脑门 这四个人呢 立刻满口苏州话 他们招供说 我们四个本来都是苏州人 根本就不是搭子 爷爷们饶命 江阴老百姓啊 听这四个人这样说话 就更恨了 于是呢 冲上来几个肉饭 用刀 把这个四个人给碎刮了 这四个假搭子 临死之前还哭嚎 这个方县令是害我们 就是他 让我们假扮满兵 前来吓唬人 严英元被江阳人民 推为城主之后呢 就想尽办法守城 兼蔽清军无数 致使清朝那些将领们 咬牙切齿的发狠 我们这一路 得北京下南京 未尝费力 江阳全大的地盒 怎敢如此抵抗 我天朝大清 在清廷震怒之下 先前投降清朝的 刘良左 李承栋 土歌堡这些详将 以及清朝那些将军 石勘 伯洛这些人 统领二十万大军 当时就把江阳城 团团包围起来 刘良左起一匹高头大骂 还城高喊 就让江人人投降 严英元平成大骂 我呢 只是个小小的典礼官 尚能为国尽忠 主为朝廷侯博高官 不能以死报国 如今你还有脸面 来见江阴父老吗 而后呢 江阎元亲自大叔一面旗帜 留千古半分忠义 存大名一寸江山 刘良左当时就被阎元骂得满脸通红 但是呢他为了向他蜻蜂主子有交代 他还发明了用三层厚牛皮做的这种工程的皮杖 就让那些士兵啊躲在下面 然后进逼城墙 到了这个城墙那之后呢就开始在这个凿墙挖墙 三层牛皮是非常坚厚的 城上守城的这个江阴人民 什么射箭啊投石啊 都是被那个牛皮啊反越弹起来了 阎元见死情状 马上派手下的兵士取那些人份啊 包括什么铜油什么的一起监煮 这些东西就在城头上煮大国煮 煮完了之后呢 趁着那沸腾之际 立刻往下坡 清军进攻的牛皮杖 当时都被烫穿了 下面那些清兵呢非死即伤 一阵下来损失数百人 由此呢这第一轮攻城只能告歇了 相持数日 还进攻了好几次 清军呢也无法破城 忽然有一天 清军呢就发现江阴城门啊 洞开 就以为有人啊现城来见自己 马上又开始进攻 城中百姓呢 在阎元事前的安排之下就假装投降 很快呢清军那些将领和士兵呢 就把官署给占领 自以为江阴已经破城了 清兵清将没高兴多久 江阴的士民啊 埋伏的兵马大发 其中呢还有一个壮士 手持双斧 武动如飞 直接就杀入官府之中 义府就把坐在堂上的 清军的将领的脑袋给砍下来 而后大呼杀出 此时呢江阴城内扶兵四起 江阴这些老百姓啊 这些明朝的兵马 又把那些入城没来得及逃跑的 清兵清将杀掉不少 接下来呢 盐盈元又派兵马 在城外的江岸不移兵 他们高举着大名中义营 这样子样的登陆 此起彼伏 似乎呢到处都是这个民军 以此来引诱清军前来进攻 清军呢派出数股兵马 最终呢却发现不见义人 正疑惑当中 江阴城中就民兵啊 坠成而下 主动接迎 趁乱又杀死了不少清军 就在这样的混战当中 先前呢杀掉高杰 投降清朝那老贼许定国 竟然也被江阴义士啊 砍去脑袋 所以这老混蛋死得非常不堪 盐盈元这个人呢 驱肝丰硕 双眉拙尖 目细耳歪 面赤长臂 活头头就向这关云长转世 每次寻城 他身后皆跟有一人 手之大刀跟从 长了样貌的 特像这个年画上的周仓 而清军当中那些满人将领呢 都喜欢听这个三国演义 他们在城下远远望见 更是心怀临临畏惧 以为这烟音园啊 那就是关大刀转世 到了8月21号这天 由于清军呢 从南京运来了24门巨炮 因此呢 对着这个江阴城啊 连连轰击 江阴城啊 不少这处的城墙就倒塌了 清军呢 就趁势攻入城内 江阴失陷 城内的一些江阴异兵 最终都血战而死 而城内那些蓝女老少 争相了覆水啊 投火啊 自吻啊 上吊 都宁可自杀 也不投降 清军在江阴连杀两天 最终呢 就直到找不着活人才封道 由此一来 江阴这一座城 就有近20万人被杀 积师如山 流血飘煮 难怪呢 当时的文人也坐师叹息 提起江阴城破日 十人也要累迁行 延营远临难之前呢 他就提笔沾木 在东城的笛楼上啊 就是提资 八十日代发效忠 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意 留大名三百里江山 写完这些字之后呢 延营远上马踢刀 又是连杀清兵数十人 最终他是身负重伤 摔于马下 在地上挣扎期间 延营远呢 扒出自己的佩刀 刺刺自己的胸膛 然后呢 又往湖中跃头 准备自杀 这个时候呢 恰好先前投降清朝 刘良左手下的兵将赶到 把他大呼 延公乃刘将军老友 一定要活人 于是呢 这些人把延营远 从水中救起来 然后把他押入佛寺 去见这位刘良左 刘良左见到延营远之后呢 跃起进前 然后手拍着延营远的肩膀大哭 然后在那嚎 他这嚎哭呢 还不是干嚎 脸上啊 泪水涓涓 也真不知道 这位降贼 当时的心中啊 他到底想什么 延营远当时就怒斥他 哭鬼何来啊 事已至此 只有一死 肃杀我 还没等刘良左继续劝降 清朝的玉亲王多多 本人就忽然闯入佛寺之内 坐于堂上 点名 叫着延营远 马上投降 这位大英雄呢 挺力不贵 背对多多 还是骂不绝口 刘良左这个奸贼呢 忽然变脸 为了向他的满洲主子 表自己忠心 他就潜过一个士族的长枪啊 直刺延营远的大腿 这个大英雄啊 当时就倒在地上 血如泉涌 即便如此 延营远依旧是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 延营远大英雄就被清军呢 压到这个七霞阁 当时啊 他已经失血过多 奄奄一息了 口中依旧高呼 速杀我 速杀我 清朝的王爷多多呢 这个时候也挺恼怒的 就命令 刘良左这些投降的这个汉军将领 率领兵士 就在当地啊 遂寡凌池的延营远 我们这位大名烈士呢 最终是一死报国 昆山方面呢 本来局势比较平静 清朝替发令一下 人心大汉 民众争起 马上杀掉清军委任那些地方官员 又把这县衙给烧掉了 而且还把当地的巡抚官署 也是一把大火烧一平地 清军当中的汉将李延龄 受这个李长栋指派 然后就派出大批人马 就把这个昆山给包围了 杀掉当地起义的一民数千人 而后呢 清军又入城 就开始屠城了 大杀三天 最终才下令封刀 那几天呢 昆山的天气非常晴朗 但风色惨淡 空中呢 乌衣飞鸟 到了日暮时分 又忽然下大雨 轰雷阵阵 而当时被杀的昆山军民的尸体呢 井砍池潭 所在皆满 乌乎惨疑 对昆山的技术呢 我们可以看吴伟业 那鹿桥记文 说了江烟和昆山 我们下面讲家定 公元1645年7月底呢 先前祥清的那个明朝将领李承栋 率领他手下五千人呢 就向家定方向进逼 一路之上 这些清军呢 就开始奸淫烧杀 家定老百姓呢 就在明朝的近史 黄春耀这些人的带领下 用什么打木啊 巨石啊 把那城门啊 给填塞了 誓死聚首 八月中旬 李承栋呢 率领兵马猛攻家定城北 这个楼塘桥 在当地杀死上万民众 八月二十四日夜 由于当时天降大雨 家定城的城上呢 不能张灯 李承栋他就趁黑 派出兵士潜伏在城根下挖地道 在其中呢 就按摩火药 黎民失分 李承栋用大炮猛烘 引燃了城下的火药 当时是地裂天崩 家定城城墙啊 倒塌了一大片 趁此机会 清军是蜂拥而上 当时清军公务城上之后呢 又林高跳上屋顶 一时之间通行无阻 最终呢 城内那些老百姓 就逃不了 愤愤投河自杀了 当时自杀的人太多 河水呢 为之不留 而率领加定人民起义的 黄春耀兄弟 奋战力竭 眼见力不能知 兄弟二人呢 最终是相对自义 殉国 李承栋方面呢 由于他弟弟李承林 在先前的这个伏击战中 被这个老百姓杀死 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 他就下令部下屠城 清军接到命令之后呢 挨家挨户 无论是小街屁巷 无物是穷搜尽搜 但凡遇见乱草堆 也是要用长枪 一阵乱戳 一心一意 要在城内杀个鸡犬不留 当时加定的惨状啊 有一个亲历者 叫朱子素的 他写过一篇 《加定图成略》 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市民之中 悬梁者 投井者 投合者 血面者 断肢者 被砍为死 手足游动者 骨肉狼藉 绝对当时是 一副活的人间地狱图 而入城的清军 但凡遇到年轻女人 就肆意奸言 但凡遇到有抵抗的妇女 他们就用长钉 把那些抵抗的妇女 双手定在门板之上 然后就加以蹂躏 杀戮过后 李承栋手下这些军士 又开始四处劫掠财物 见人就喊 蛮子献宝 随手兜头一刀 也不砍死 如果被砍的人 拿出金银 这些清兵 就会欢悦而去 所谓的清兵 实际上全是 前名的这些军人 而那些身上 带着金银不多的军民 必被砍三刀 或身或前 刀刀剑苦 当时的目击者 日后就写 刀声戈然 便于远近 起命之声 嘈杂如是 李承栋 李承栋我没讲过 他是从前 明朝大将高杰的部下 而高杰的这些军队 先天在扬州这些地方 就一直和当地军民 结下这种丝绸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这些北方的汉军军人 对江浙一带的一些老百姓 都怀有私奋 趁机也发泄报复 这个情况 也是李承栋的军队 犯下如此恶行的 一种潜在的心理原因 最后 这五千多名 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 最后抢夺了多少呢 三百大船的财物 通通都在李承栋的指挥下 运离家定 这次屠城 就是家定一土 当时呢 有近三万人被杀 几天之后 有一位叫朱英的义士 又把这个逃跑在周围 那些老百姓 都聚集起来 聚集了两千多人 重新回到家定城 进入城内之后呢 他马上处死了 先前归乡清军的官吏 和那些清军委派来的婚礼 而后在葛龙一带呢 设伏兵 消灭了李承栋的一支小分队 气脑至极李承栋 这个时候啊 连忙率军 回宫家定 路上呢 又把葛龙和外刚 这两个镇子的军民呢 全部杀干净 先前呢 被民众赶走的 就清军委派的县令 叫普章的 这个人为虎作唱 领着李承栋的军事 直杀入城里 就把当时呢 还在睡梦中的 残余军民 又杀个精光 饥尸成秋 而后呢 这些人又放火焚尸 这个奸贼普章呢 他不仅在城内 先前他好几个朋友 楼富文等人 整家都杀尽了 接下来 他又向李承栋进言 若不解决 必留后患 在李承栋的命令下 清军呢 又杀了姓齐 家定的 又惨遭二徒 二十多天之后 南明先前一个叫 吴之藩的将军 又率领他手下残余的军马 猛攻加定 周边的韩人老百姓呢 这个时候也愤愤响应 又把城内那些清兵啊 杀得打溃而逃 得知消息之后 李承栋第三次整军反扑 而吴之藩率领的好多的民兵呢 都没有受过正规的作战训练 就很快就溃不成军了 吴将军本人 最后是提枪复战而死 李承栋军队得胜之后 第三次攻城 攻入城内之后 不仅把这吴将军手下 数百名士兵啊砍杀殆尽 顺带又屠杀了近两万 刚刚到这个嘉定县县城内 避难的民众 当时是杀了血流成渠 这就是嘉定三土 经过这一系列的屠杀吧 江南大部分地区 这个老百姓没办法 只得剃发 自称打清顺民 也就是在清军 血海肉山的这样的杀戮淫威之下 江南大帝呢 反抗清军的烈焰 最终呢 趋于熄灭了 而李承栋本人 也因为这些赫赫功劳 就被清廷提拔为江南巡抚 不久呢 清朝又把他派往东南 让他去平灭南明新历的皇帝龙武帝 清军在江南 这种留发不留头的暴行 他结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这一集彩蛋呢 我们接着讲 明朝人对这个足球的态度 明朝树代皇帝的禁令 未必能在社会上 这个老百姓的各种娱乐活动 完全禁止 但是呢 他们以皇帝的身份 下令打压促击 因此呢 足球这种运动 在明朝衰落 也就不可避免了 由此呢 我们就会有个疑问 明朝这个皇帝 特别是从周恩璋开始 他为什么对足球深恶痛绝呢 从元朝开始 足球呢 就逐渐成为啊 女记和欢客之间的 一种娱乐活动 元朝之前 那宋代 由于这个封建礼教的约束 男女之间 是不可以在一起踢球的 到了元朝呢 民风彪悍 还这个社会还挺开明 男女之间呢 就可以在一起踢足球了 我们看管汉青 他就做过一首词 女校尉 那个词曲当中就讲 茶余饭饱妖固有 谢管勤楼 散闷消愁 唯促居嘴风流 所以说在元朝时期 社会那些上乘精英子弟 官二代啊 富二代啊 他们都喜欢踢足球 都喜欢促居 根据明通建记载 元朝末年 吴王张世成 他有个弟弟叫张世信的 这个人就特别喜欢踢足球 他每次呢带兵在外的时候 对这个军事不问不问 就是携带什么出仆啊 足球啊 美女啊 等等 一块出去玩 出仆啊 是一种古代非常著名的赌博工具 他玩完了什么出仆 赌完博 然后去踢足球 又去促居 促居完之后 就抱着这个美女来饮酒 和一帮人循环作乐 由此可见呢 男女同场踢足球 从元朝起 等于就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 而那些风月场所的女子呢 也可以用这种踢足球 这样的娱乐活动呢 作为流客的一种手段 那么到了明朝 经过皇帝 经过他的这种打压 有没有把这些足球全部禁止掉呢 还真没有 我们如果看成熟于明代那金平梅 当中的那些描述 当时那山东阳谷县 历春院 他的明记 李贵青和李贵姐 而且姐俩 就经常陪那些欢客踢足球 不仅踢足球 这姐俩是记忆的 还特别高潮 而别的明朝小说 其中也有不少章节 就描写 当时那些沦落于社会底层的风尘女子 他们陪那些欢歌 踢足球的故事 由此可见 在大明朝 这个足球呢 这种运动呢 虽然走向衰落 但是在风月场所当中 还依旧是流行的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中文字幕志愿 在攻灭了南明的宏光小朝廷之后 多尔滚马上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 替发 清朝的替发令一下 明朝老百姓都不干了 让我们当大清的顺民也就算了 现在呢 竟然让我们替发一服 如此侮辱 生不如死 跟你拼了 一时之间啊 中华大帝血雨腥风 费了好多劲 杀了好几百万人 最终呢 把这个汉人老百姓的起义 都给镇压了 这个时候 谁敢在朝中 再说流发复一 那肯定拿谁开刀啊 结果呢 陈明夏就当成鲁头鸟了 陈明夏呢 作为投降满清的 这么一个汉族官员 你在朝中 和那些这个 投降的这个汉官斗也好 和满官斗也好 都行 陈明夏呢 错就错在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留了头发 恢复明朝一官 天下就太平了 最终的结局呢 是被顺治皇帝下令 活活绞死 我们上一集就讲到 清军呢 在嘉定一带杀人的 是明朝的降将 李承栋 和他的手下部队 而在江燕一带 杀人的呢 是明朝另外一个降将 刘梁祖 还有他的手下 这两个明朝的降将呢 在江南 对自己的同胞啊 犯下累累的罪行 庆竹难输 清朝呢 对明朝百姓这种 强制的 替发之举 不仅仅戕害了无数人命 实际上呢 对清王朝本身来讲 也严重阻碍了 他在中国的这种 统一的进程 我们先讲一讲 李自成 他的这个 农民军的余部 李自成在通山被杀之后呢 他手下 还有数十万人 一时之间呢 群龙无首 马晋忠啊 王允成啊 牛万才 这些人 在越州呢 就像清朝 那英亲王阿继格 表示要归降 刘体纯 田建秀 这些人呢 就准备向清将 同仰和 他的部队归降 在荆州啊 那一带啊 准备安置下来 李锦高一公 这些将领呢 就向武昌的清军啊 投降书 表示呢 他们要在湖南地区 归顺大清 郝瑶旗那些将领呢 也向清军写降表 所以说 这些人啊 都有归降清军之意 那么根据 清朝的档案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农民军的 他们写的祥表啊 这些祥书啊 一应俱全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传闻 而这些人呢 当时他们向清军 还绝对不是炸祥 因为农民军 一直和这个明军 二虎相斗 这个时候两败俱伤了 而当时的胜利者呢 只有清军 只有清朝 像清朝降乎呢 对于农民军 这些将领来讲 按理说啊 是顺应大势的 这样的举动 但所有这些农民军的军将 这些将军 投降之前呢 都有一个要求 就说投降之后啊 不剃头 清廷这个剃发令 这一下 各地的府衙就奉命死摧 就是清军 在各地政府派驻那些官员啊 就赶紧老百姓也好 投降的这些军队也好 马上剃发 看到清朝如此举动 各部那些农民军残军啊 那些残部 就那些将领啊 为了保全自己的汉族官发 愤愤而起 由此呢 他们就在各地的投降那些 抵抗这个清朝的明朝大臣 比如说什么河腾交啊 赌燕熙啊 他们就转而向那些明朝的一些文臣来投降 旧事员要留发留医官 这几十万本来要投降清朝的农民军的余部 马上呢 就把清朝视为寇丑 包括日后什么金生衡啊 李长洞 吴三桂举兵反清 也都是以留头发 副医官为号召 江南地区呢 这些老百姓经过几年的抗争 惨遭清军屠杀 最终呢 也是慢慢走向屈服 江南大帝 虽然说是被镇压了 但是呢 清廷啊 对江南地区啊 一直采取高压政策 一直到康熙朝的前期 清朝统治者啊 始终压制打击 南方这些读书人 南方老百姓 清朝不仅在中书权力机关 排斥江南籍的这些这个官员 而且在经历上呢 进一步加强对江南赴税的搜刮 清朝对江南地区这种赴税搜刮的 这种严苛程度啊 甚至超过了先前的明朝 不仅如此 满清朝廷还通过什么 库庙案啊 奏销案啊 科赏案等等一系列 故意兴起的政治大案 对南方的尸身呢 进行无情打击 我们上个几集讲了 清朝下这个提法里领之后 江南地区的这个后果和情况 下面我再讲一下 清初的那个陈明夏案 顺治十一年 也就公元一六五四年 清朝大臣陈明夏 因为南党案 这个案件还被诛杀 他被杀最大的原因呢 正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只要留了头发 恢复明朝衣冠 天下就太平了 对于陈明夏之死呢 当时不少汉人学者 暗中还表示同情 还以为呢 他的这个衣冠复明 这样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 也有人呢 认为清朝杀他 本人是杀了一个忠臣 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 陈明夏被杀 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说错话 因此呢 就被清朝大臣当中 那些同是汉人的政敌 抓住把柄 马上赶往清廷竹子 把这个顺治地那里告发 猜忌之下 陈明夏他不死也难 陈明夏这个人呢 是江苏丽阳人 在从真朝呢 他还当过兵科都几世中 李自成入京之后呢 他马上投降了 后来趁乱呢 又跑回到南京 就加入南明政权 到了南京之后 一看远大城啊 马世英那些人 要追究所谓的顺岸 顺岸呢 就是追究在北京啊 向李闯政权投降的 那些明朝官员 要掀起这个案件 陈明夏这个时候呢 见势不妙 重新呢 又跑回到北京 向当时的清朝就归顺了 由于战队及时 陈明夏一直还受到 多尔滚的重用 在清廷呢 他那个官职也是步步高升 顺治五年 他已经做到 立部上述账的高官 顺治八年 他又成为呢 内涵林统文院大学士 兼太子太保 等于是清朝堂堂的 这个正一品官员 但到了顺治十一年 他就获罪被杀 从实际情况讲呢 陶顺清朝这些汉人啊 特别是在那个北京 归顺的那些汉官 除了什么孙芝谢啊 冯权啊 李若林 这几个特别寡连贤耻的汉人之外呢 大多数前名的官员 对满人当时那种 跋扈的现象 内心当中还是非常反感 我们要知道首重满洲 是清朝的国策 这些汉官也知道他的国策 因此就不敢明白的直说 只是呢 不停的上剑书 上书奏 希望清朝的最高统治者 先让清朝的决策层吧 能够真正的满汉一体来对待 他们当时就主张 只有满汉一体 把满汉平等对待 清朝的皇帝呢 才能当成中国的共主 这样一来呢 才能长治久安 而在清朝初期呢 满洲贵族他作为占领者 优越感特别强 就连他们的仆人 都敢在大街上任意拦住汉人高官那个轿子 大声笑骂 而且呢 还和汉人这些官员无礼争道 就一直从心眼里歧视汉人 而当时北京城那个上好地段 都是被那些满族的贵族占领了 把那些所有的汉人啊 什么富民啊 老百姓也好 都驱逐到南城 作为江南汉人 陈明夏本人呢 他有着天然的这种文化优越感 这种态度呢 不仅使那些满人官员不满 就连北方级的汉人那些官员 也对他心有怨气 顺治八年 就公元1651年 当时有个汉人官员 叫张轩的 就弹劾他 说他什么呢 说他结党营私 同年张轩又弹劾 当时那个吏部尚书陈明夏 包括督察院的左都御史洪称筹 还有吏部尚书陈志连 就弹劾他们三个人 在甄别御史选官的过程当中呢 处置不公 于是呢 他就上书 就论陈明夏 实罪二不法 其中呢 还涉及到洪称筹和陈志连 就把这三个人都弹劾了 顺治帝呢 当时不在北京 在北京外面正在打猎 因此呢 他就把这个事呢 交给那个殉亲王满达海来处理 满达海接到皇帝命令之后呢 马上召集清朝那些上层贵族 那些义政的王大臣吧 他就认为张轩的控告是属实的 于是呢 他就把陈明夏 同城仇 积压在台积场 就把他们抓起来 然后派兵看守 接着呢 就派出使者 向顺治帝奏报这个情况 没想到 得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满洲贵族谈态 亲自赶到顺治帝打猎那个地方 向这个顺治帝立正 张轩啊 他所的咒书弹劾 根本就情况不实 等于他就是为陈明夏翻案 谭太我们一听 好像以为是个姓谭的这个汉人 他绝对不是汉人 他全名叫舒穆禄 谭太 是纯正的满洲高级贵族 而且呢 他还是清朝的开国元勋 努尔哈士女婿杨古丽的弟弟 听到谭太这一番回复 顺治帝回到北京之后呢 就把那些祝王啊 贝勒啊 贝子啊 那些公侯大臣吧 都召集在一起 停议此案 当时谭太什么表现呢 咆哮囊毙 利弊党人 而当时那些大臣呢 都不敢得罪谭太 因此呢 也都没在意就跟他争论 等到这个案件 审定入奏之后 顺治皇帝一看 陈明夏呢 涉及的罪行还挺多的 相当惊讶 即便如此 毕竟有谭太这样的高级贵族 挺身来担保 而且谭太不仅担保陈明夏无罪 他还在顺治帝面前呢 就说这个张宣啊 诬告陈明夏 要反做张宣的诬告之罪 谭太在陈述过程中呢 又故意隐瞒了 这些满洲大臣当中的不同意见 就使得顺治帝就误认为 是满洲这些驻王大臣 都一致同意 反做张宣 于是呢 他就批准谭太这个奏章 下旨将张宣处死了 罪名是什么呢 心怀妒忌 污蔑大臣 处死张宣三个月之后 谭太呢 就因为善权滥政 和付多尔滚等等罪名吧 他也被处死了 以后讲轻使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 这个谭太啊 一直是多尔滚的铁杆亲信 因此多尔滚死后不久 他很快就被多尔滚的政敌 替尔哈朗告发 然后就被顺治皇帝下诏 处死抄家 杰尔哈朗这个人呢 和黄太极是平辈的 这两人是堂兄弟 那黄太极死之后呢 本来他应该和多尔滚啊 同时辅佐当时六岁的顺治帝 不料想呢 多尔滚很快就把这戒尔哈朗啊 排除出清廷的政治中心 所以呢 多尔滚一死 戒尔哈朗呢 肯定要对多尔滚和他的同党啊 进行报复的 顺治九年正月 就公元1652年 顺治帝呢 就把张轩的这个案子 发送给这个戒尔哈朗 于是戒尔哈朗 连同那个内院 刑部大臣这些人呢 就对张轩一案 开始进行复审 复审过程中呢 红城仇史书方记载 招对拒实 最终呢 获得了顺治帝的宽恕 审到陈明夏的时候呢 他先是历生抗辩 闪烁其词 而后呢 清廷对他言行逼供 他又什么哭诉投诚之功 这一来呢 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 他自己的罪名了 毕竟陈明夏 在他和这个多尔滚共事的时候 还是挺多公心的 对清朝贡献挺大 因此呢 刚刚亲政的顺治帝 对他就没有深究 对他的处罚呢 得只是把他发为闲散观 就不让他任实职了 过了一年多 陈明夏呢 又被重新启用 当时就成为秘书院大学士 而且还充任清朝的太宗实陆总裁官 坚立部上署 又过了一年多 因为清朝那个汉官宁蛮武那些人的弹奏 那些人对他弹劾 陈明夏呢 又被罢关了 与此同时 清廷呢 又给那先前被杀的张轩平放 说到顺治帝这个人 我们现在的人受什么小说 电视剧的影响 都认为这个人啊 是为那个美女冬小婉 寻情的 一个非常多情的地望 真是历史上 你帮看顺治这个皇帝 24岁他就帮了 确确实实啊 他是一个陈才阴险的 这样的一个满族皇帝 他亲政之后 虽然非常痛恨多尔滚先前的跋扑 但他对多尔滚时期 实行的什么 替发易服这些政策 是从心中大感赞同的 由此可见 顺治帝这个人 还是非常警惕 满族人 严习汉俗 这样的苗头 生怕汉化呢 会造成满洲民族性的消解 另外我这个清朝大臣呢 他是个汉人 他年轻的时候 还称是明朝东北地区的举人 但他投靠满清啊 是非常早的 投降满清之后呢 最早他在这个满清的贝勒 萨哈连家里呢 等于是当奴仆 一直以来 他对这个后金政权啊 极尽全马之劳 这个人呢 有才华 有能力 但是他嗜毒 因此呢 黄太极就不喜欢他 把他这个一废十年 就根本就不给他官职 到了多尔滚当政的时候 还重新启用他 就让他编译史书 另外我这个人呢 会查阳观色 后来呢 就当上了国史院大学士 另外我虽然说是 一直是投靠多尔滚 身为多尔滚所信用吧 但他转向非常快 多尔滚死后被清算 另外我呢 却没有受到太大的连累 作为很早在东北地区 就投赴满洲的汉人 另外我呢 他对陈明夏 这个在北京才投赴这个清朝的汉人呢 一直是心怀忌妒 因为陈明夏的官升得非常快 于是呢 他就和从前前明的燕党冯权这些人联手 不停在顺志帝面前攻击陈明夏 正是由于陈明夏在选人选官的时候呢 多用男人 就江南一带那些读书人 双方啊 结下的梁子就步步加深 当时的汉官冯权就对顺志帝说 男人幽于文而行不符 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加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些江南的这些士大夫啊 笔杆子厉害 但是他们品性都不行 我们北方的汉人呢 不善言语 非常质朴 但是呢 行品端厚 听坟权这么一讲呢 顺志帝对陈明夏就疑虑越来越大 皇帝的疑虑归疑虑 凡事总有一个爆发点 仁真义醉 就是陈明夏倒大煤的开始 仁真这个人呢 是个明朝降将 他当时的官职呢 是西安镇总兵 后来呢 他擅自把他家里仆人给杀了 这在清朝也是罪啊 就被革职了 仁真这个人被革职在家呢 没事老是大发怨言 就被家谱给告发了 清廷的刑部 把仁真逮捕之后 审讯之后就断定 他家谱告发的罪情都是实的 确实他在家里啊 总是说朝廷的这个坏话 案罪呢 他应该斩首抄家 仁真案件 最后复议的时候 陈明夏 陈直连那些人 就认为啊 把这个仁真处决啊 没有实据 但是又不敢直言 他无罪 当时他们就主张 勒令自尽 也就是想给这个汉将 留个全尸 顺治地看到这个案件的 最后审定的大怒 当面就怒斥陈明夏这些人 是敷衍欺蒙 对他骂人呢 消关伐疯 就陈明夏和陈直连 同时呢 又派宁婉我拟职 痛斥陈明夏呢 纳交结党 宁婉我呢 这个时候就落井下石 趁那个顺治皇帝圣怒之时啊 他自己还主动告发陈明夏 他怎么说呢 他说有一天 陈明夏和微臣我 两个人在朝中议事 说到当时 南明永利政权 在广西四川 湖南等地 攻势大盛 说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呢 陈明夏就说了 如果要天下太平 只一我两件事就可 一是留起头发 二是恢复明朝一关 天下马上太平 说完了陈明夏这句话 宁婉我呢 还添妖加醋 就对顺治皇帝说 陈明夏居心剖策 痛恨我大清啊 削法之举 笔漏我大清衣冠 蛊惑人心 他在朝廷 不停的号召难党 私通东林 绝对是不拘行私 藏祸畅乱 陈明夏之所以 要提倡留法辩服 实际上就想辩清为名 弱化我大清的政权 同时为了加深 顺治帝对陈明夏的这个恶感吧 宁婉我呢 又列举了好多 陈明夏的所谓的罪行 包括什么呢 包括陈氏父子在江南私战工产 横行步伐 甚至呢 他父子还敢鞭打满洲 打得满洲士兵啊 是破面流血 等等等等吧 最终宁婉我 就给陈明夏的案子定性了 奸怀结党 阴谋潜移 祸官宗舍 言外之意 陈明夏就是想谋反 大怒之下 顺治帝肯定不会饶过了 马上命令三院求卿 对陈明夏展开会审 看见皇帝如此大怒 强导周人推啊 那些大臣们 马上严审陈明夏 陈明夏在这次审讯当中呢 他嘴还挺严 对别的指示 他该不承认 只承认自己确实讲过 刘发夫一官这句话 而恰恰是这句话 正好能要他的性命 最终呢 经过这个清朝的满汉大臣 会审推定 陈明夏当时论斩 顺治帝看到这个结案之后呢 假不假式的 还特指开恩 难道是饶了陈明夏吗 不 斩刑改成绞刑 赏了一全尸 得到皇帝诏旨之后 一直痛恨陈明夏 多年的一些满洲贵族 包括宁万武啊 冯权啊 这些汉官 都在这个宣武门内 那个灵官庙那集结 他们一面喝茶 一面欣赏了 这个满洲卫士 用弓弦 把陈明夏慢慢勒死 陈明夏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呢 又被遣送到东北苦寒之地 进行劳改 杀掉陈明夏之后 清朝中的那些汉官 再没有人敢提什么 留头发 副仪官 这一类的这个议论了 这集彩蛋呢 我们就要讲 明朝神机营的装备啊 也曾经领先世界 在明朝的神机营啊 应该算是一支传奇部队 这支部队呢 还真不同于 冷兵既时代其他那些军队 它的主要武器是什么呢 火虫 神机营 它通过这个使用火虫 和什么骑兵啊 步兵啊 这些常规兵种 相配合 等于呢 它就是明代的一支特种部队 我们想一想 在15世纪初 那里一个世界 明朝神机营 它的这个神机虫啊 当时一点都不落后 同时代的欧洲呢 那种火门枪的长度 大概在30厘米左右 口径呢 是20到30毫米 欧洲那火门枪 当时那性能啊 还真比不上神机虫 明朝的神机营呢 并不只是有啊 这个火虫兵 除了火虫兵之外呢 还配有炮兵 还有骑兵 因此明朝军队 除了使用火虫之外 对于火炮也是非常重视的 火炮这种武器呢 是明军长期以来 最强大的火力支援 明朝早期的火枪火炮 都是闭门造车 自研自造 这样弄出来的 那么到了中期呢 经过和葡萄牙海盗 还交过手 这个时候明朝就知道 哎呦 从这些人手里 进口的这个火炮啊 比咱们自己的要先进 那么明朝后期 经过这个朝鲜 和这个日本打过仗之后 明朝军队呢 就主要是从葡萄牙人那里 进口那些更先进的洋枪 洋炮来装备部队 但是呢 即使到那个时候 也不能就说 明朝的火气水平啊 既远远落后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葡萄牙人的 大口径火炮啊 稳定性更高 不容易炸糖 而当时的小口径火炮 实际上明朝军队当中啊 他那些火炮 还是占据优势的 另外呢 在火枪的技术上 明朝啊 也不是说十分落后 随发枪的雏形 在明朝末年已经有了 而且呢 和欧洲差不多同时代 明朝的县堂枪也出现了 但由于明朝很快就被这个满清给灭亡了 因此呢 就没有大量的量产 所以说呢 有名一代 明朝的朝廷和军队呢 对火气的重视程度呢 实际上还是挺充分的 问题在于什么呢 在于明朝的数学 物理 化学 这些基础学科呢 能力还是不够 长久以来呢 明帝国 他的敌人呢 都不足够强大 比如那些什么蒙古部族啊 后金刚起来的时候啊 还这些小编异的 还这些小酋长的这些部队 福西 祸西 所以说在大明朝 很长一段时间内呢 他就不需要的搞这种军备竞赛 日积月来 在逐渐的 这科学方面 在火炮方面 火气方面 明朝呢 就和西方拉开距离了 文艺说中国史 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我们现在出家在外 给人打工跳槽的原因 实际上就很简单 事多前少 老板让人恼 宝宝不开心 但凡遇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吧 马上辞职信一消 还拍拍屁股走人 但这种跳槽呢 如果换作是古代 那绝对要出大事 古人呢 就讲一个从一而终 女人对丈夫从一而终 男人呢 一定对君主从一而终 如果想跳槽换老板 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且呢 在道德方面 也会受到指摘 有人呢 跟对了老板 功成名就 有人呢 却背上了三姓家奴 这样的千古骂名 今天呢 梅老师就跟大家聊一聊 明末清初的跳槽达人 李承栋 李承栋这一声啊 非常复杂 五次一主 三图家定 连杀难鸣两地 最终呢 他却反清复明了 这哥们 真是用他这一辈子的经历 实力演绎了 什么叫反复不常 什么叫呢 我最摇摆 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将用七集的这样的篇幅 讲一讲 明末清初 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李承栋 但凡我们读这个明末历史 石科法 张皇岩 陈子壮 夏丸 陈子纯 曲氏旅 和藤椒 李定国 等等等等吧 这些明朝的忠臣赤子 读他们的事迹呢 我们肯定会扼腕叹息 至于说是马世英啊 阮大成啊 马西祥啊 松可望 刘承栋 这些人 这些宁臣奸臣呢 读到他们的这个事儿啊 我们肯定会切齿欲碎 至于吴三桂啊 耿京中啊 尚可信 这种先前一直这个数代数倍 十大名的俸禄 最终呢 由于他个人的私利 反复多端这样的二臣呢 都会受到人们的鄙夷 上面这些人呢 黑白中间非常分明 他们的一生事业呢 也容易辨识 就连那些 先前曾经为大明朝 御学苦战过 最后呢 在内万交困之下 不得不向清廷降妇的 这些人 比如祖大寿啊 红成仇啊 什么的 早在清朝的乾隆帝年间 已经被明白无误的 列入二臣传 他们呢 关盖而论定了 确确实实 幽明而清 公是二朝 这个人再诚心 再忠心 道德上的污点啊 是肯定啊 难以这个擦拭干净 由此呢 忠心耿耿 手术两端 气宇宣昂 与猥琐低贱 刚毅伟安 与懦弱虚伪 坚真爽直 与狡诈奸华 这些人的事迹啊 他们的历史 淋漓尽致 一眼望穿 而就在 这种波澜壮阔 血弱横飞的 明清交替之际 唯独有一个人 他这个一生历程 确实呢 难以用简单的中啊 或者尖啊 加以定夺 更难以呢 用好和坏 来对他个人呢 加以形容 扬州十日大屠杀中 有这个人呢 为清宾卖力杀戮的 前驱身影 家定三徒 完全就是他一人 举起头刀 发号施令 最终造成了惨剧 这个人呢 还是击灭南明驻帝之一 龙武帝终遇见的 手工之将 接下来呢 他要是生亲 少武帝朱玉月的 不替功臣 由于为清朝 立下了这么多的战功 这个人当然就成为 满清功密 什么南明江浙啊 福建啊 梁广 等等等等吧 广大地区的 第一功臣 让我们后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 恰恰是 好像是忽然的一念之间 这个人 梁秦发现了 摇身一变 又成为南明永利帝的 不二忠臣 他和金生恒啊 王德仁啊 这些人在一起 忽然就在南中国 宣布反正 重新成为 大明朝的忠臣 重新换上 明朝遗冠之后 这个人又 倒死不顾 为大明王朝呢 死而后已 最后呢 为了报答一位 红颜知己 这位曾经 杀恩不眨眼的 三心二意的将军 竟然呢 能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 乱流取敌 最后呢 是覆水而亡 他死之后 被这个南明天子 永利帝 亲口追世 忠烈二字 赠太傅 宁夏王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臭名昭著 大名鼎鼎 难以定论的 明末传奇人物 李承栋 根据明末大儒 王福之所写的 永乐实录记载 李承栋呢 是宁夏人 自庭域 他出身于群道 后来呢 被明朝的官军招降了 当时的官呢 做到都督同志 李承栋呢 实际上是 明末大起义中的 佼佼者 当时他是李承栋手下永将 绰号翻山药的 那高杰的手下 李承栋在起义军当中呢 他自己也有个外号 叫个李盒子 虽然也是群道出山 但李承栋在起义军当中 干活的时间应该不长 为什么呢 这就可以从他的顶头上司 高杰 他的那个历史就可以看出 高杰我们前天讲过 他和李自成之老乡 是陕西米子人 从真七年就公安1634年10月呢 明朝这个统帅贺人龙 把这个李自成啊包围在老州 困窘之下 李自成呢 当时就派出高杰 假装向这个贺人龙约祥 由于发现这个高杰呢 和贺人龙的军使 往来非常密切 李自成呢 就对高杰生出疑心 高杰这个人呢 一表人才 资贸贵为 这位美男子有一次偶然 到那军资仓库 去支两米 就和李自成的老婆刑事 两个人一见钟情了 刑事这个富人呢 勇武多志 当时呢 又在李自成军中呢 掌管军资 而李自成本人 天天在外 率领一般人马 攻城掠地 很少时间呢 和这老婆亲热 看到高杰相貌堂堂 又说了一口流利的家乡话 很快呢 这两个人就勾得成奸了 刑事这个富人呢 本性还多疑 你看他自己先给李自成 戴定大雷貌 心内就特别着慌 于是呢 暗中就不断窜斗高杰 正式向明朝冠军投降 当时李自成啊 还不成气候 只是战身为寇的 一股毛贼武装的头目而已 高杰呢 通过先前所谓的约翔 和明朝这个统帅贺仁龙呢 关系越搞越好 因为贺仁龙这个人 也是弥指人 他们都是老乡 于是呢 有一天 趁这个李自成不备 他就带着这位李大嫂 还有一帮兵士向明军归降了 李大嫂就是李自成的老婆行事 高杰率领这一部人马当中 其中呢 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李承栋 李承栋呢 当时等于是高杰的手下 高杰既然从反贼变成官军了 哎 到了官军之后 他非常能干 多次率领人马呢 大败李自成 包括什么罗汝才 张贤忠那些人 都被他打败过 到后来呢 随着战争的发展 高杰的老上司 什么贺仁龙啊 孙川彤那些人 都战亡了 唯独高杰呢 不善其身 一直不败 从真皇帝 吊死眉山之后呢 高杰就率领手下去马 往南逃跑 南明洪光帝 在南京继位之后 就分高杰为星平伯 我们前面也讲过 然后就以扬州为他的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的纪律 一直非常不好 因此恶名远扬 当时扬州那些老百姓 就把四城紧闭 像防贼一样 就是防高杰 就不让高杰部队入城 高杰当时也非常挠动 马上呢 就指挥兵马攻城 但当时南明的小朝廷 内忧外困 也不敢怎么处理高杰 而当时作为革臣的石刻法呢 也从中获悉泥 于是呢 就把瓜州 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就说扬州 你现在就别去了 高杰也知道 扬州是个奸城 他的兵马很难攻下 旧坡下雷 感觉就收下了石刻法的人情 不久呢 他又奉洪光朝廷的命令 一阵徐州 高杰你想 他毕竟是出身于盗贼 本性非常强横 与当时南明 他那些兄弟部队 什么黄德公 刘泽青那些将领 关系都非常恶劣 根本就不能协同作战 虽然高杰这个人非常骄横 但他最后啊 也被石刻法那种忠义所感动 当时呢 他还自告奋勇 领兵奔赴归德 率领他的军队呢 直逼京乡地区 清朝顺治二年二月 就是公元1645年 高杰率领人马就到达归德 当时呢 他就命令驻守隋州的 明朝总兵许定国 前来拜见自己 乱世之际呢 那些武将都想拥兵自重 最怕就是被人调离原先的守地 许定国这个时候接到高杰的命令 让自己离开隋州 明面上呢 他也不敢拒绝 于是呢 许定国这个老花头呢 就先是背词下一桩孙子 假称自己在隋州啊 军务繁忙 不能前往 同时呢 他又派人送信给高杰 请高杰到隋州来 亲自指导工作 高杰当时还挺高兴 按时赴约 而他的手下许多人 就包括李承栋 都劝着高杰 不要这么轻信许定国这老花头 但高杰非常轻视许定国 觉得这老头啊 不可能对自己怎么样 于是呢 他就不听劝告 紧率几百名清兵啊 就进入隋州城了 酒席宴间 高杰当时喝得挺高兴 他就严命许定国 尽快啊 把他的军队啊 跟自己合军 一起这个打退清军 许定国当时呢 心中是又疑又恨又气囊 但表面上一脸笑容 马上婴承下来 结果呢 就在当晚 许定国率领手下兵马 高杰和他手下那些亲兵 全部都杀了 这事的详细情况呢 我们前面都讲过 到了转天呢 被高杰先前派出去的 他手下那些将领 知道高杰被杀 悲愤欲绝 包括李承栋在内 这些官军啊 当时就猛攻隋州城 攻破城门之后 高杰手下的明军 把城内百姓 杀了一个不剩 但是呢 挑头惹起大祸的许定国 这老混蛋呢 早就跑了 他就向清军投降了 高杰这个人呢 虽然是交报引毒 但是他对明朝 依旧是有忠领之心 死之后呢 当时南明的朝廷 就赠气为太子太保 高杰手下一些部将 李长栋这些人 虽然说带兵 在衰州进行屠杀 南京的洪光朝廷呢 依旧认为这是内部矛盾 加上挑取祸端的许定国 又投降清朝了 因此当时南京洪光朝廷呢 对高杰手下 那些将领 包括李长栋什么这些人 都没与追究 依旧呢 命令他们领兵镇守 徐州和仰州等地 那么说到 崇真帝死后 在南京的南明小朝廷 肯定还要提一下最先称帝的这个父王朱游松 朱游松的父亲朱长巡呢 就是那昏庸无道的万历皇帝 他的儿子 他的爱子 福王 永历皇帝呢 因为这个儿子没当上皇帝 作为补偿 对这个儿子啊 绝对是补了好多东西 这宝贝儿子到河南之国的时候呢 永历帝就派出1172艘大船 满载金银财宝 大张旗鼓欢送这个宝贝儿子呢 去洛阳享福 而李自成起军逝圣之时呢 早就知道洛阳负于大内 于是呢 就在崇真十四年 就关于1641年2月 猛攻洛阳 最终 把这位当时重达360多斤大胖子 福王啊 给抓住了 出于对他切齿的痛恨 农民军呢 当时就连同几只鲜肥的棉花鹿 一起弄一大锅 把这个福王啊 一块都给煮了 当时叫福禄燕 最终呢 把他们都给吃了 而当时的朱优松呢 跑得确实比他亲爹快 最终捡得一个小命 人在北京的崇真地呢 对这位堂兄还真不错 一看他爹死了 就把这位堂兄啊 分为福王 福王的王府 这个时候呢 已经被骑军占领了 朱优松当时就寄居在淮庆 公元1644年 李自成大军当中的 有一个分支又杀到淮庆 当时呢他连他的嫡母周氏都顾不上 朱颠峰一样就跑 最后呢他跑到了淮安 虽然朱优松这个人早就恶名在外 最后呢他依旧被马世英啊 阮大成啊 这些人看中了 他们就认为啊 福王朱优松异于控制 最后呢在南京 把他那雍之为帝 年后洪光 洪光帝登记之后 当时就用高官后路 筹谢马世英 还包括这个 拥戴他那四位武将 也就是当时南明的四镇 黄德公啊 高杰 刘泽青 刘良左 这四个人 马世英把持朝政之后呢 就把当时担任南京兵部上书的 石科法 排挤出朝了 此后呢南京洪光朝廷的这个大权 完全就落入 马世英一人之手 不久之后呢 马世英又把他臭名昭著的老朋友 这个阮大成 引入朝中 如此一来 洪光小朝廷之内 党争贫起 因为阮大成是燕党 洪光朝廷之内 还有好多东林党 他们之间呢 就开始互相攻击 南明的四镇军将 除了黄德公之外 其余那三个将 都是骄横跋扈之徒 他们手下那些士兵呢 遇到清军 怯懦无忌 遇到老百姓 就马上就疯狂的抢掠 所以说当时南明的兵马 虽然号称有数十万人 都囤积在江淮一带 但那些将领的呢 几乎是个个 没有任何斗志 都把他们的家小金银财宝 安置在这个江南富庶的大后方 而当时官拜东平伯的刘泽青 最能道明这些武将的心事 他怎么说呢 武庸立福王以来 以此供我修夕尔 万一有事 我自责江南一郡 去也 许定国杀掉高杰之后 就严领清朝军队渡过黄河 一路之上势如破竹 南明这些军将呢 不仅不抵抗 反而是文训即逃 逃跑途中呢 还四处抢劫老百姓 而后 他们又满载之中 继续奔逃 面对如此危局 洪光朝内呢 依旧是文田武西 马世英啊 这哥们还故意对爱扬言 岳飞讲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怕死 大错特错 文官如不爱钱 高绝厚禄 何以劝人 武官必惜死 养其身 以其有待 我们想一想 爱钱其身 在马世英口中呢 竟然成硬道理了 由此可见 洪光君臣 这种糜烂的境地 洪光帝本人呢 是天天畅演美酒 摇头吟诗 万事不如 悲在手 百年明月挤当头 所以这位昏庸的帝王 在南京的宫殿之内 天天吃那些猛利的春药 祸害死不少 这个年轻的这些女孩 而他手下的宁臣 马世英这些人呢 又大兴欲暗 罗知罪名 杀掉不少 和他们自己有过劲的 这个朝臣和氏大夫 南京小朝廷朝政迷烂 加上日后令人一夺丛生的 什么佟非案 北来太子案 大悲和尚案 等等等等的 内斗拼发 在外拥兵的宁南侯左良玉 就趁乱打着清军色的旗号 率领大军呢 逼向南京 当时的情势是什么呢 一方面清军昼夜不停 城市南下 把施可法的扬州城包围的密不透风 另一方面呢 左良玉的明军气势汹汹 冰封直指南京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南明大将李承栋 他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这集彩蛋呢 我们就讲 明朝的老百姓啊 但凡遇到一种道士 还能向他们敲诈钱财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 就规定了 妇女不得入寺烧香 而且还规定 妇女呢 不能和僧尼来往 这个呢 还真不是一般的法规 而是白纸黑字写在大明律当中的 但凡有违反的 寺庙道观 将立刻呢 为朝廷关闭 取缔 红武24年 就关1391年 专章呢 又出新规了 规定男人年龄不到40岁 女人年龄不到50岁 都不准出家 这些啊 还都不算新奇特的 专章啊 有一项规定 就非常啊 匪于所思 现在我们想一想 都觉得有些无厘头 什么规定呢 任何军民 但凡见到火居道士 都可以向对方呢 这个索取白人30两 宝钞50定 如果对方拿不出钱来 尽管可以打死他 打死对方 你还没罪 什么叫火居道士 火居道士 就是指那些的 取有欺事 平常给人算卦 占卜啊 这些道士 专章这个法规的内容呢 出自万利也获编 卷27 万利也获编的作者 叫沈德福 这沈德福呢 他是听谁说的 他是听王世珍说的 而且王世珍本人讲 他是亲贱于刑部所藏 势利 就这个法规啊 是他亲自在刑部 看见的 专章本人 和尚出身 但他在位的时候 对佛教啊 对道教 都严格加以禁致 他本意就是防止宗教 这个蔓延 就怕他这个危害到 大明朝的稳定 建国初期 专章呢 还对那些僧道名额 设定了限制 规定每个僧道 要向政府呢 交银十两 所以说 你在明朝初年出家 不仅得不到工资 你还得本身要交钱 另外呢 专章还规定 那些僧道 若游方问道 必自备路费 物所取于民 不仅如此 明朝政府呢 对当时的僧道啊 还要对他们考试 但凡这些人考不过的 就要仗为民 打安板子之后 你必须还俗 没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词曲 李宗盛 李承栋当时之所以向满清军队投降 就是因为他的兵力太少 投降之后呢 他为了在新主子面前立功 杀起汉族老百姓来 他是比谁都起劲 扬州时日 这地狱图景的制造则 就有李承栋他一号 南明的洪光小朝廷 一年之间就被干没了 如果不是这个多尔滚下那道替发令 我估计李承栋很快就能封关即决 提前回北京退休了 但正是因为多尔滚下的那道 留发不留头的这个替发令 明朝的那些老百姓和世代 都忍无可忍 到处掀起了抗清运动 正是在这样的大行事下 李承栋这种明朝的降降降臣 又开始被清朝为一重任 派他到江南地区去杀人 面对自己同族的江南老百姓 李承栋会刀下留情吗 得知明朝自己的大将左梁玉 率领七八十万大军的逼向南京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洪光帝这个人虽然说是非常的荒淫浑涌 但他还讲出一句明白话来 他怎么说呢 左梁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朝廷 他呢还是一直以兵坚守怀扬 抵挡清兵的 绝对不是叛乱 马世英的文言大怒 当庭就怒目对洪光帝喝道 北军制有可一和 他所谓的北军就指清军 左梁玉制 我军臣死无葬身之地 宁可军臣同死于清 不可死于左梁玉守 于是呢 马世英就下令 所有的明军啊 都从江淮沿线回撤 死保南京城 不被这个左梁玉军攻破 由此呢 就任由清军啊 纵横直前 左梁玉率领大军 抵达九江之后呢 就患疾病死了 他死之后呢 数十万的明军 都被他儿子左梦庚所掌握的 这支大军沿着长江 就浩浩荡荡杀来 一路之上 对这个当地的百姓大肆劫掠 而南明另一个镇将黄德公呢 他率领手下这个明军 一边呢 要抵抗清军 一边要和左梁庚的部队进行作战 不久之后 左梁庚率领的这一队明军 在板子基这个地方呢 就被黄德公的明军打得大败 战败之后 听说清军已赶到进前 左梁庚呢 就率领几十万人马 向清军投降了 左梁庚的部队投降清军之后呢 日后等于就变成 灭亡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 此后清朝的王爷多多就指挥手下的满汉大军 禁为扬州的石科法 而在此前一年 当时受有石科法管辖的镇守徐州 李承栋呢 就因自己兵力不支 率领手下四千明军已经向清军投降了 清朝的豫王多多呢 就率领手下的满汉大军 其中就包括李承栋 然后猛攻扬州 公元1645年5月20号这一天 清军呢攻破了扬州城 而后就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这次大屠杀呢 有八十多万扬州老百姓死于清军刀下 而在这些杀人的清军当中 实际上好多人啊都是左梦庚啊 李承栋这样的从前的民军 攻破扬州之后呢 清朝军队又向南京杀来 而在南京的洪光帝呢 依旧是醉生梦死 麻木不仁 当时都兵临城下了 他还忘不了派人啊 四处抓了数万只这个癞蛤蟆 取那个蝉苏来配这个春药 同时呢又有西班子 在他皇宫内院连夜通咒了 天天在演戏 一直到6月3号夜间 过足了戏眼了 喝足了美酒的洪光帝 忽然感觉大事不妙 马上带着他两个贵妃和几个太监 骑马冒雨 悄悄啊就从南京城跑出去了 奔往黄德公的军营 这一次呢 他又把他的嫡母太后 扬在南京城里不管了 得知皇帝已经跑了 马世英呢就率领手下的兵士 保护这位太后呢 向浙江方向逃走 黄德公忽然看见 狼贝尔来的 骆汤姬一样的 这个洪光帝悲从中来 他当时就失声痛哭 如果陛下您死守南京 臣等有可尽力借事做事 奈何您听信奸人之言 轻易外出 如此一来进退何惧啊 为臣迎磊单薄如此 怎能保护陛下您的安全呢 没隔几天 清军就杀到了 先前投降了清军 又想为清朝主子立大功 这个叛将刘良佐呢 他率领手下人马 已经先行抵达五湖了 在刘良佐身后 跟着而来的 就是先前详清的那些明军大部队 包括为数不多的 这个满清的八旗军马 悲愤之余 黄德公呢 率领手下人马和刘良佐对阵 黄德公和刘良佐 毕竟从前是老同事 老战友 双方骑在马上 正在谈话之余 明军有一个降将 忽发暗箭 正射中了黄德公的咽喉 这位忠心耿耿的明朝大将呢 在马上奋力作稳 大叫一声 我黄某岂可谓不义驱 今日死国 唯一也 说完这句话呢 就是双手握住猴头之剑 用力自刺 壮烈殉国 刘良佐呢 看见黄德公一死 马上是挥军进攻 这些前名的这个军人 打清军不行 还打自己人呢 却是又猛又勇 于是这些兵将 刀锚挥舞 杀声阵阵 把黄德公这部明军呢 杀得大败 而黄德公手下 先前已经暗中 向这个清军约翔的 两个这个总兵 马上冲入这个船内 背上的洪光帝 就向刘良佐投降了 这个过程呢 我们在先前也详细讲过 刘良佐见到洪光帝之后 大喜马上把他捆起来 交给清军 还附上一纸条 献上皇帝一枚 而后呢 清军统帅多夺 就把洪光帝派人押送北京 打入囚牢 转年五月 这位贪言号色的南明皇帝呢 就被杀于北京 结束了他昏庸可耻的一生 我们想一想 在一年之前 洪光帝呢 在南京登基 当时不仅包有半壁江山 而且名义上啊 受到南明小朝廷统下的军队啊 有近百万之多 高杰四万 黄德公三万 刘泽清三万 佐良玉八十万 安庆奉阳 淮安驻军还有三万 黄斌清手下还有两万人马 李承栋呢 手下有四千 即使刨去 当时南明这些各个军阵虚报的 这个兵马的水分吧 当时六十万军队这个人数 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而且当时这些明朝军队 携正硕 复国之威 怀哀兵必胜之心 但凡有一点同心同力的意思 君臣携目 即使恢复不了当时全部的疆土 你保住江南半壁江山啊 应该是没问题的 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 当时南明军中啊 虽然有昔日不少那些贼军和贼将 包括各路杂牌军 但当时清军也好不了哪里去 因为清军的队伍当中也有不少首属两端唯利是图的汉军 即使洪光帝是一个才能平平的庸主 他手下又有石河伐 黄德公啊 这帮忠臣良将 内外护持 偏安一跃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偏偏南明小朝廷 这帮人呢 上昏下岸 内部呢 只知道争权夺利 大敌当前 君臣依旧是臣民酒色才气 因此呢 当时即使再有二十个石刻法 再有二十个黄德公 也难保洪光朝不亡 南明洪光小朝廷父王之后呢 以当时的前明大臣 前亲义为首的这些人呢 送款迎降 当时他们还劝这个满清的王爷多多 吴帝民风犹弱 非喜可定 勿许再犯兵风大举 虽然这些文人啊 没有骨气 但他们说话水分还真不大 当时的江南地区 除了太藏奴奴 为了抢夺主人的这个财物啊 造过几次小反 江南大部分地区 还真没有什么反抗 各地那些乡绅呢 为了自保 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两个字 钱钱义在他发给各地乡绅的信中 也称大清朝是名正言顺 天与人归 而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老百姓 特别是对江南大屠杀 产生那种恐惧呢 他在心理上呢 确实也有极大的震撼 他们当时就深知 只要是顽强抵抗清军 弄不好啊 又被清军毁成杀人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北京的这个清朝朝廷呢 忽然下了一道替发令 正是摄政王 多尔滚留发不留头 这样的这个替发令呢 最终造成江南数百万老百姓的人头落地 前面我们也讲过 劝多尔滚发替发令呢 是一个无耻的汉臣 这个人就叫孙知谢 孙知谢这个人呢 是山东资传人 他还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 但这个人的人品非常差 做官呢 又没能力 所以说他在明朝啊 一直这个官升不上去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呢 这孙知谢求官新妾 就成为第一批 摇尾启祥的这种汉官 投降清廷之后呢 他被分为礼部侍郎 为了报答新主的提拔之恩 他一时之间又想不出什么 平定天下的大计 于是孙知谢当时就走了个偏门 他就主动剃发了 当时孙知谢这老小子脑门剃个溜光 后面又梳一大辫子 穿上一套不合身的满服 毅然他就上朝了 结果呢 当时朝中那些汉人 个个还都是博观大袖 穿着明朝的官服 见到这个老狗不伦不类的 可笑又可比 就把他驱逐出汉班 满族那些官员呢 又自视是统治政府民族 一看你这么一汉人 也敢跟我们同样打扮 也把他提出了满班 下朝之后 孙知谢恼羞成怒 马上呢 就写了一道奏章给孙治皇帝 其中有几句话写的很重 陛下平定中原 万事顶心 而衣冠束发之志 独存汉旧 此乃陛下从中国 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满清的皇帝顺治小皇帝 当时才七岁 真正的全部大权 都是由摄政王多尔滚一人说了算 因此孙知谢书作当中所称的陛下 实际上还是给多尔滚看 多尔滚被孙知谢这个奏文这一击 深决他所讲的非常有道理 早在多尔滚率领清军入关之前 当时满人大学士西福 已经在圣经向多尔滚献上的满文所写的 辽金元三朝史料 他当时就劝多尔滚吸取历史经验 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满清上层汉化 特别提到辽金两朝 就是他们上层的最终汉化 导致了皇族的消沉 最终国王人灭 而孙知谢这份书咒 正好激起多尔滚的警惕之心 他就想先从形势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 先下手围墙 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话 于是他就强迫国内的汉人全部替发 替发令下 本来已经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 当时处处造反 我们要知道中国老百姓也好 士大夫也好 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 身体发福 受之父母 不得毁伤 他们完全就不能接受 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遗敌 在明朝之前 即使统治中国将近一百年 非常残暴的蒙古统治者 也从未下令要害人改变他们的装素 一朝天子一朝臣 以家族宗法如学 为本源的中国人 或许能把朝代的星体 看成是天道循环 但如果有人要从衣冠相貌上 强迫实行这种历史性的倒退 把几千年的汉儒法式 和汉唐袍芙变成猪尾巴小辫 变成那种嘎不叹的满伏 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然的侮辱 简直对于汉人来讲 就类似于阉割之痛 以这样的遗敌形象活着 那比死了还不如 在这样的情况下 清朝的替发令下达之后 整个中国大地就顿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各地的汉人老百姓 包括士大夫 愤愤散抗 而在江南地区 太仓 秀水 昆山 苏州 常淑 吴江 家邓 等等地区 一民分歧 那些先前清军安排在地方那些官吏 基本上都被老百姓杀掉了 于是就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 其中就有嘉兴的徐石林 松江沈游龙 常淑何夷 太湖徐英龙 昆山朱姬黄 等人领导这些反抗运动 清朝的王爷多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不敢怠慢 马上派出八万清军回尸江南 同时还派出李承栋 这样的前名降将作为主力 进攻当时江南御军占领那些城市 没多久 在昆山和江沿两地 清军就杀害了十多万起义的老百姓 昆山先前投赴了清军 本来局势比较平静 替发令这一下 人心思动 民众争取 把先前清军委任的地方官杀掉 而且把县衙给烧了 而后又把清朝的巡抚官署 也一把大火烧一平地 李承栋得知消息 先派出他手下将领李延龄 率领数千铁骑包围了昆山 一战下来 就杀掉了数千的起义的民兵 而后清军入城 马上屠城 大杀三天之后 李承栋才下令封道 昆山屠城之后 李承栋率领他手下的千鸣兵马 但这个时候是清军了 他没有干出什么坏事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建义勇为呢 是我们中华民中的传统美德 比如说看《论语》 《为正义》篇中就称 建义不为 吴勇也 大如朱熹也曾经讲过 忍者不为私心所累 建道合乎正义的事情 一定会勇于施行 建道合乎正义的事情而不做 就是没有勇气 我们中国历朝历代 对于建义勇为这种行为 基本上都是加以保护和鼓励的 其中以明代作为特殊 明朝除了对那些建义勇为的 敢于捕获盗贼那些人 给予物质奖励之外 还实行赏官制 就等于是破格提拔 这些建义勇为者当官 在官本位的封建时代 这种奖励也绝对算是中奖 红武元年就官元1368年 专案章颁布大明令 其中就规定 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 窃贼二名 各赏言二十两 强盗五名以上 窃盗十名以上 各予一官 可见从专案章开始 明朝就对建义勇为的那些人 不仅奖钱 而且还奖励无纱帽 当然了 对于那些捕获盗贼的 那些公职人员 明朝政府是不奖励的 因为那些事本来就是他该干的 奖励建义勇为的人 给这些人官做 他的本意 就是鼓励更多的平民百姓 能够建义勇为 而明朝政府 对于那些建义不为的人 也要是加以惩罚的 比如说 有人同伴当中 有人打算要磨害他人 当事人呢 不加以阻拦 或者是对说坏人 不加救助的 或者是有人遇害之后 又不向官府告发的 对于那些人 建义不为的 要占一百